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還蠻熱門 她今天在鋼腸 從明熊一腸 明熊 就這個下午就明熊一腸 然後突襲自己 那我跟冬姐認識也是因為在協會的關係 透過一國姓 透過一國姓認識了這個冬姐 那我會知道冬姐她有一本書 是從那個私切的未來去知道 喔 原來這個翻譯高手 看來這樣很大是翻譯高手 然後她也是 你們的主題叫什麼 綠色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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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嗎 執行長 都在為社會做一些公益的關懷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她來講 這個從私切的未來怎樣 找到我們啦 我都知道一段一段我告訴妳 那我們就掌聲來歡迎冬姐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點遲到 本來想說我七年二十就要你到了 這個人家寫聽起來寫很久 那我們高興來跟大家來分享這一本書 其實那時候父親叫我說要來 在談什麼作家系列 我想說幾乎就是作家 對嗎 來 每邊講一講 我有一本書 那其實呢 我就很想說 因為我過去談這本書呢 其實都會從一些比較環境的觀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沒有 那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這本書 也許對各位來說會比較陌生 另外有一本書 比這本書更早的 而且類似這本書 叫做《寂靜的春天》 那這有嗎 有 其實《寂靜的春天》呢 今年剛好是那個作者 那個Customer 1964年其實 明年2024 剛好就是他四四五周年 那其實呢 他在1962年出現的時候 2012年全世界 包括《紐約時報》 重新幫他再做專輯 那一起明年2014的話呢 全世界也會針對Customer 做一些類似紀念性的一些分享包包文章 那這本書呢 事實上呢 就是記者 那個Customer那本書呢 《兒來的》 那其實他這本書呢 跟他《寂靜的春天》 談的議題幾乎都差不多 只是很可惜 就是Customer是在1962年 寫完這本書之後呢 很不幸的 兩年之後 他本身就得到很晚的起司 那所以說這個議題呢 就比較少人繼續去關注 那這本書呢 事實上也是 接系著那個Customer的《寂靜的春天》 是描述的一些農藥 DTT啦 然後PVC啦 等等一些化學物質 對靈體生態的影響 那我會從這本書裡面去談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自然生態 但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較說 那如果說我們從這一本書裡面 到底我們看到什麼 那我想就要請各位看一下這張照片 那其實我本來有做一個power point 是要在七、七、三個月 那個臺母系聯盟 也在嘉義東寺 有辦了一個論壇 那我本來想去找說 怎樣去見過整個那個西安南的位 但是後來那天太多了 我就跑到就沒用了 然後想到 我想說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那這張照片呢 我不知道各位在這邊看見什麼 後面那個三啊 有一次我跟余佛馨很早的時候 要去看那個連行導師 那天很早 我在高鐵下的時候 我醒來了 他跨了一個雙眼 他就一直要我幫他拍 那其實我很少去注意到說 竟然從嘉義這麼遠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整個嘉義 那個一山阿宇山的山脈 那各位 這張照片 我是在哪裡拍的你知道嗎 你會當久 我是東石人 這張照片是在東石南橋的早上 因為我有時候要去移溫 我畢竟很早起來 其實我剛才也照完氣候 我一下移溫一下 那時候會晚一點過來 但是可以看到 我從東石 就是幾乎大概整個那個 部主西的那個出海口 然後往裡面拍 往東拍 對對對 你拍了海邊嗎 對對對 其實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整個山跟海 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哦 是這樣 對 對對對 其實那個目前 那時候跟我談的時候 我想說 我可以來談一下那個 山跟海的關係 那其實我們很少去注意到說 其實台灣 或者爸爸整個嘉義 他山跟海 其實就是這麼近的 OK 那我想再談一些 我在看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 這一張照片是什麼 花鐵雨衣 對 那花鐵雨衣是來台灣做什麼 水 蓋烏山頭水庫 對 蓋烏山水庫 烏山頭水庫 它其實最大的一個水 是來自政府的水庫 對不對 各位 張文水庫的那個發言點在哪裡 鄭文西 鄭文西 對 鄭文西的最上流 阿里山上流 沒錯 叫阿里山 阿里山 你很難想像說 整個那個 我們所說的說 八田雨衣 對台灣農業最大影響的一個 所謂的家庭大徑的工程 竟然也跟阿里山有關係 沒錯 如果各位 你們有機會從大埔 從那個 南溪 然後大埔 走台山縣進去 你們就會進到那個阿里山 幾個那個 阿里山鄉的一些部落 然後你會看到 往北的時候進到阿里山 往南的時候進到哪裡 在高雄那個 高雄那個 高雄那個 ff 奇怪 人家小人都沒 快到老了 快到小了 進到山林鄉 沒錯 只會是南中國 高雄 所以說 如果各位有機會 可以進走那條路看看 你就可以發現說 原來山跟海的關係 是中文的親近 OK 那我們既然來談 山跟海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說其實這張照片 他可能會想要在哪裏 在... 多大樓 多大樓 其實這張照片不是在台灣嗎 在哪裡 就是荷蘭的路特丹港 是嗎? 那是有一個比較好嗎? 對啊 就是路...沒有 就是路特丹港的一個角落啦 沒錯啦 那... 在台灣咧 也許我們就會常常羨慕說 阿...歐洲怎樣...歐洲怎樣 那其實咧 各位有沒有想到 這張照片就是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那如果說各位有曾經到阿姆斯特丹去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到過他的中央車站 沒有出國 沒有出國 台灣都生不逃啦 對對對 連那個南州北州阿宇山三明年都沒去過 那其實阿姆斯特丹的那個中央車站 那其實阿姆斯特丹的那個中央車站 他離那個海平面 八十多分對不對 八十多分對不對 很低耶 很低耶 把整個那個... 海平...就是... 跟... 海之間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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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類似水壩的那邊 把他控制住 那裡面 就透過一些硬核 然後把整個水引到裡面 所以他整個那個... 水也不會換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 很多類似這種船 甚至他們還有所謂的Water Bus 就是說... 類似我們的公車啦 水上的公車 你看... 他們可以做到這麼詳盡 那... 我會提這個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要談說 台灣台灣怎樣 那... 有時候我會跟朋友開玩笑說 如果假設好了 因為台灣一直在給我... 我們一直在被人家統治一直在執名 那假設四百年前 河南年一直統治台灣的話 那... 對... 我不曉得今天台灣會跟你講啦 那... 其實我那時候 可能到嘉義的時候 我是一個... 有很大的企圖心想說 如果... 因為我們知道說 包括最近 這次的整個台風嘛 連嘉義也都淹了 對對... 那你可以想像說 未來啊 我相信未來 台灣淹水的機會 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對... 那我們對水的管理 我們到底是要...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方式 一直去蓋那個... 黃泊底 我包括... 各位如果到台北市 你就會看到那個淡水 那個... 那個黃泊底越蓋越高 然後... 我們一直把水擋在外面 那水必須... 它是有生命的 對... 好... 再問問各位 天上的雨是從哪裡來的 從地下的水上去的 爭霸上去的 欸...不錯嘛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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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有出了一本書叫做 《一根稻草革命》 我跟你講... 這裡面有齁 欸... 其實《一根稻草革命》 是他一百歲 因為他在二千零八年獲世 他走的時候 那時候是九十四 還是九十五歲 那郭瓜查那 他在談一個概念 我覺得非常棒 他說... 其實... 我們... 地球上本來不應該有沙漠 但是為什麼會有沙漠 但是為什麼會有沙漠 過度滴溫 過度滴溫 對... 過度滴溫 對... 放牧啊 是嗎? 就是放牧啊 放牧還有呢 嗯... 又砍花 對...砍花 還有... 水滋液 水滋液減少 乾燥 所以... 胡瓜會長就沒說 只要... 我們認真的種樹 就會有水 而且他... 有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就是說... 其實水真的就會從那個... 地上蒸過那裡 所以說... 天上的水是來自哪些? 來自地上的水 他說... 如果... 整個地上的那個水 蒸汽越多 你的下雨量就會來越多 你的下雨量越來越多 地上的那個... 包括雜草 包括森林巷 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就造成一個怎樣? 嘿嘿 良性的情緩 但是如果說... 我們今天一直在砍花 然後一直乾燥 一直沒水 就會怎樣? 惡性情緩 就變成沙漠了 所以說...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一下 其實台灣的整個那個... 人文氣候啊 如果各位比較敏感的話 今天二十四節慶 今天是哪個節慶? 秋 秋 秋 我叫秋啊 哈哈哈哈 這一個 白鹿 今天是白鹿 今天是白鹿 白鹿喔 各位家裡都沒有所謂的人要登大人 在中醫師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如果要登大人的時候 就從白鹿這一天開始要破 對 其實各位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真的非常有意思喔 我們所謂的二十四節慶嘛 對不對 二十四節慶就是十五天 當作一個節慶嘛 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跟一個日本朋友在談這個時候 日本人告訴我什麼你知道嗎 日本人他們有幾個節慶 七十二霍 天氣霍的霍 他們說五天就是一個霍 其實五天整個天氣就會變成一個循環 變好變壞或是變怎麼樣 而且他們說呢 這個七十二霍其實是來這裡躺場 然後過去在類似明智惟心之前 日本是有在用這個七十二霍這個概念 但是明智惟心之後 他們記得說這種東西太古老了 不用了 但是這幾年來 包括這次的福島之後呢 他們試著要把這些東西拿回來 因為他們認得這種東西 其實才是他們要的 而且這幾年來 有來福伯家桑在談 類似一根稻草的革命 自然龍馬 在日本呢 是沒有人要插這個黑衣服 因為這個黑衣服是壞腳 但是這幾年來他們發現說 哎 福光拉薩談的這個哲學 以及福光拉薩談 那個福剛正俊先生 他在主張的這些東西 才是人類型的 那我今天呢 會從一些比較自然生態的觀點 來看一個實質的發展 那其實我給各位看了 我從東史往東 然後去拍到阿姨山 然後從那個芭蕾影衣 在治理整個那個 整個烏山頭水庫 包括曾明熙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 很想去瞭解說 那芭蕾影衣有沒有到過阿姨山 那他為什麼說 這麼篤定的說 他要去做這個烏山頭水庫 而且他認為說 整個烏山頭水庫 跟那個曾文熙 那個水之眼 是夠整個嘉蘭平米 一直到隱隱 不只嘉蘭 也對嘉蘭平米 也從台南到嘉義 甚至到隱隱 你看 他幾乎改變了整個 台灣跟隆外工作的事情 那當然也有人 從一些比較殖民史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 其實烏山頭水庫 因為八成一 他要完成日本天王的實面 而且應該說 要把台灣當作 他們進攻當那個東北亞 的重要的糧場 還有包括塔 這些都要從台灣生產 所以他必須要 先把水面工程搞好 那當然這也是 烏山頭水庫 因為本來日本這個殖民國家 如果他要把台灣 當作一個生產基地 至少人的話 他要把台灣的水利搞好 所以說八成一 把這麼大膽的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會認為說 他們把整個山水庫 然後包括整個珍文西這個出外一口 那很可惜 就是八成一遺就跟我剛才提的那個 卡森女士一樣 他們都是 也沒找死 那如果說今天八成一遺在 那是要去廢林坪嗎 對不對 廢林坪嗎 對 他已經就是要在廢林坪 在去探幹內部的基地的時候 那個床被炸了 那如果說他沒有炸的話 搞不好 他對台灣的水利工程 或是水利治理 又會是不一樣的 那 我今天來談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對水的概念 其實 我們大部分的人 看起來麻痺啦 對 我大部分的人都 都會認為說 那水淹了 那其實這一張照片 就是台灣常看到的 我小時候 我記得有時候 我們最常淹水 就六月十五年 七月十五年 那有時候 因為十五是什麼 大廠 那有時候 就一邊敗一邊淹 就像這樣子 這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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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小廟 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 這個就是很平常的 那個台灣鄉下的那個景色 一個廟的錫台 然後房子 你看M的重子 那 你看 各位看這張照片 你們會得到什麼樣的信息 海岸線消失 對 海岸線消失 對 這個地方呢 曾經是一個海防的關燒 是在陸地上 然後整個海岸線 一直後退 然後整個水 類似整個海岸線 一直進來的時候 你看 它本來是在陸地 然後陸地就變得海了 這幾年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那整個那個 海平面的上升 地層下線 倫文 還有包括 天后的改變 你就可以想像說 各位 我們對水的治理 的概念 跟方法 絕對要很大改變 而且我們那個改變 是要從 不是說從海邊的 因為我們現在會看到說 我們一直在海邊 圍那個 小波塊 然後做提防 所以有人說 台灣是個寶島 寶蕾 寶蕾的寶 寶蕾的寶 然後 我那時候要去 我去聯盟演講的時候 我之前兩天 在我家裡 辦了舊寶 我辦了一張 那個 齊柏林先生的 那齊柏林先生 他就有談到說 他在 因為他在從那個天空 做回去 一起空拍 然後他說 他看到 東石鄉的那個寶蕾 泡在水裡面 然後他覺得說 這好像是 我們對仙人的那個不見 這個就是 東石鄉的寶蕾 泡在水裡面 好的 其實我 我每次 我有時候 有一些美國的朋友來 都要我帶他們去看這裡 我不要改到家 還是改到自備 那另外 我許 也許我要改到說 我應該是唱歌還是怎樣 因為 我好像就是 剝削這個地質的下限 因為我 我們家裡就出來這樣 然後 我從我祖父 到我父親 甚至到現在 我還在嘗試一些養殖業 然後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 其實我有一些經理 他會 就是說 這個地層下限 就是因為 我們在搓地下水 但是呢 其實呢 各位可以想像說 地下水這件事情 如果是一個人在抽 你可能就是犯法 你可能就是犯法 像他說 我今天一個人在搶結 那我 我可能就是 很必然的 我必須是 接受刑法 或是明法 或是怎樣的一個資產 但是假設呢 今天有一百萬人都在搶結 對 相對合理化 第一個相對合理化 是不是合法 可能要討論 但是它已經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了 它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 它已經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今天台灣有多少人在做地下水 包括自來水公司 學校那不用講 銀林縣的自來水 是從哪裡來的 做地下水 所以說 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今天在談這個水之眼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是一個非常龐大 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很系統性的來看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很想透過世界未來這本書 因為我那時候這本書實在 它的標題實在太棒了 那我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這本書裡面 當然各位可能都沒時間換對不對 那這本書裡面 有談幾個非常有趣非常經典的 所以類似那個 西班牙有個港口 然後它整個類似海豚 集體包庇的世界 還有那個美國五大五七 有那個海嶺 然後那個海鳥整個族頸消失的 那個海鳥的族頸消失 是因為它整個蛋殼非常薄 然後沒有辦法去孵化 沒有辦法去孵化 然後去孵化 就是那個魔鳥要去孵化的時候 它對不起 它那個整個蛋殼就爆掉了 後來它們發現 其實因為它們去成鳥吃了很多魚 然後這個魚有很多 類似那個甲雞狗 或是那個PVC 那個多利人本 然後導致了這些整個 生殖系統 整個受到影響 所以說它們整個 交配之後產生的這些蛋 整個品質都非常長 那另外它還在裡面 比如我剛才提到那個 西班牙海豚的事情的時候 這幾年來 包括2006年 台灣有一些受醫師 或是工衛的 還有受醫的他們老師 我在台灣東北角 或是西海岸 發現那個海豚 有時候整個海豚 也會集體離航 或是暴斃 然後從它們 身體裡面去解剖的時候 發現了 它們裡面還有DDT DDT的長流物 那你說2006年 這個海豚身上還有DDT 但是那個海豚 照那個 蘇伊斯的捷捕的判斷 那個海豚 差不多六歲到七歲而已 也等於說 它是2000年 誕生的那個小女兒 然後長了六七年 然後就吃了很多 也等等 然後就 身體裡面 就很多DDT 各位 DDT 是在1976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就 禁止 生產跟禁止 整個那個 類似買賣 或是運輸 當然 你會問我說 那全世界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DDT 有 在非洲的一些國家 特別是特殊的 因為它內武內籍的考量 所以那個 WHO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還容許他們 有這個DDT的存在 因為他們怕發生 整個內部 所以必須有這種東西 那另外就是 有些國家 因為國防上的考量 包括台灣的國防部 據我的了解 他們還是會有一些 被除的DDT 因為怕說 假設在戰爭 有一天 某一天發生戰爭 然後有一天 敵人發生 用那個生化武器 或是放了很多內吻的時候 等等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這個當然是 在很極端的狀況之下 才會出現的 但是 你覺得說 在正常的之下 為什麼這些海豚 還有DDT 這是死亡人 對 這是死亡人 那你說 1976年到2006年 已經30年 為什麼 海豚的身上 還有DDT的殘留 因為DDT已經在整個 海洋裡面 已經就是 沒錯 它就是在這個海洋 類似這個海洋 康寶龍湯裡面 DDT龍湯 在這個DDT龍湯裡面 一直在 這個大溝 一直在 一直在循環 然後 所有的乙 就一直小於 吃蝦米 然後蝦米 吃一些忽悠生物 吃了一些藻類等等 然後就一直在循環 然後就導致了他們 整個這些的一些 然後他們就吃了一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就進到整個海棠裡面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最近的那個 古蹈的那個 古舍 包括韓國 他們有幾個說 他們不要進 日本的那個 車廠 然後甚至 台灣啊 包括日本 包括WHO 都一直要警告 盡量不要吃一些 類似尾 或是芹 為什麼不要吃 鬼跟芹 對 十六鏈的時候 他們是最高段的 而且這些東西 是存在哪裡呢 紫膀 對 如果大家喜歡吃 撒心魚 那個是什麼 Toro Toro Toro就是我們的 魚的腹部 這個 這個部位 而且那是最貴的 但是那個 就 世界未來 或是就環境科學物質來說 最貴 它是最貴 它是含獨性物質最多的 它是含獨性物質最多的 所以說 它警告了我們什麼 其實每位 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包括 你看 這次廣大 那個 屏東那個廣大的性感 為什麼說 台灣的遺傳 要拼命地 追一條那個 那個 那個位 要從 越過巴士海峽 然後 越是到 幾乎到巴丹島那邊 將近 開了將近 一百到兩百海裡 甚至於說 北部的 這個 蘇浩級的 就必須要到那個 吊雲潭那邊 甚至幾乎要穩熱門那邊 你看 全世界都在爭奪什麼 全世界都在爭奪什麼 全世界都在爭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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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想 是他感想驕傲嗎 還是爭奪 你不知道嗎 唯一這樣的東西 差不多在 1940年前 那二十世界大戰 是給什麼東西吃的 你知道嗎 最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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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餵貓的罐頭 西班牙人 我會整個中東 包括一百來講 唯一是沒有人要吃的 因為他們叫做硬邦邦的 那個洛子 太老了 是買 抓回來 做成那個罐頭 但是沒想到日本人發現 日本人試爲什麼 相片 對 然後就開始 維持這首文化 那你就會看看 那第一次屏東辦那個危機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抓到差不多一萬兩千塊 嗯 七年幾乎不到一千 甚至於 人一股不到一百 那整個樹木是怎樣 對啊 我得非常好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其實在整個一個海岸 有一個生物族群 有一個消失 還有海平面的消失 其實他告訴我們什麼 海之遠 海之遠 你就非常酷 但是最重要的他該是我們 我們整個三靈治理怎樣 崩潰了 如果各位你們相信綜藝的話 綜藝師會 你可能去給綜藝看 綜藝就是 你沒有什麼 你都會睡覺 但是你去給綜藝看 綜藝看 綜藝看 可以整蛋吃一百個毛病出來 對 整個海療療 比如說 你這個地方會痠啊 會痛啊 這個地方有點誇張 綜藝師也告訴我們 有乾貨 太販 還是怎樣 色不整 等等 那可能就 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那同樣的說真的 我會覺得說 你從整個一個海的 這樣的一個 山跟海的關係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神的生態系列 在整個地球山 他已經很多事情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 都在警告我們說 其實 我們多謝他 然後整個地球 已經不堪人類所附和了 那包括 從上面的山 到這邊的海 那整個山海中間隔的是什麼 就是平 你看 如果說我們從一山上海 卡達加安 布魯查2500公尺 然後下到阿里山 一千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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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中山 天長地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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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半路做土 然後 進到所謂的 阿里山下的城市 加一市 然後 再一直往水上 你要多過一六八 包括現在的八十二塊市道路 就可以到洞市 但是 在這樣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要各位 你們有沒有到過 往高鐵那個方向 差不多 差不多過那個大客廚 那個地方有一個地理叫 麻虛寮 其實我是透過那個老郭的 老郭他們有去考察過 所以麻虛寮那個地方啊 為什麼叫麻虛寮 因為那個地方以前是有人在那邊以前有遺溫 然後有遺寮 然後那個地方 你看 你看 他幾乎從那個 你可能可以想像 如果那個地方有遺溫的話 就代表說 那地方以前是一個非常豐沛的水氣在那裡 然後他幾乎從 整個類似北港啊 等港套啊 一直走到類似太港的地方 那 如果說各位有機會到台南好了 麻豆 你看 麻豆有一個地方叫麻豆 那個地方是在清朝的時候 也是一個島風內涵 就是整個那個大台南地區啊 從七谷到那個家裡到麻豆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都是一個內涵 但是因為時間 包括清醒 或是包括人為的 因為整個那個正成功朗的時候 然後 我們就開始要至今了 然後 開始要有大量的人火集住的時候 所以說整個這個田平 然後整個看 整個那個麻豆口 然後到家裡 甚至到 七谷對 這個地方 就變成平良 那 我不知道各位 你們會去過這個地方嗎 热爾門大概知道嘛對不對 但是热爾門向這個地方 不要跟我們去過 這個地方呢 就是热爾門西 就是當初 正成功 就從這個地方登陸的 那你可以想像 經過差不多四百年 整個台南地區 就能說 我相信那個正成功登陸的時候 那時候提網應該不是這樣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提網 然後經過幾年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說 整個一個歷史的演變 然後包括我們對提網的一個設置 然後包括我們對水溪的觀點的時候 我們把它變成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像說 從荷蘭到正成功 到明朝到清朝 到日本時代 甚至到國民黨的時候 到明朝前進行執政過 這樣的一個歷史的一個朝代的一個演技的時候 我們曾經為台灣這個島嶼 想過說 這個島嶼的未來是什麼 我們只想著說 怎樣的用它呢 我們只想著說 怎麼樣活下來 明天不曉得這樣 明天不曉得這樣 小現在 對對對 然後說 台灣人就是 我現在又調查了 哈哈哈哈 然後想著說 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 台灣人的那個 未來 然後 大概只是想說明天而已 他沒想到說 一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到底我要這個島嶼 成為一個怎樣的一個未來 所以說各位 你可以去想一下 其實 我這幾天還在觀察 整個台灣環境的議題 然後有機會到 一些國家去看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台灣這個島嶼 其實它整個一個自然條件 真的是非常大 但是很可惜的是 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 一直把他吞牌 然後 沒有 就想說 我要怎麼去把它維持得更好 然後 怎麼樣把它創造得更好 你可以想像說 當初葡萄牙裡 發現台灣的時候 把台灣叫什麼 胡我摸牙 對 胡我摸牙 我相信每一個人 每一個台灣人 都會朗朗上口 說台灣是胡我摸牙 但是 我們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真的要讓台灣 真的要讓台灣 胡我摸牙 如果說 從北到南 從那個高山的尾度 一直走下來走到海邊 各位 這個島嶼 現狀的島嶼 可以稱為胡我摸牙 我不知道各位裡面 是不是很自豪地告訴 你的外國朋友 說 我們台灣就是胡我摸牙 還是你只能很謙虛地說 我們自豪地說 我們曾經是胡我摸牙 我們曾經是胡我摸牙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想法說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革命的 我們是不是在宿命地認定了說 我們曾經是胡我摸牙 還是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大破大力地說 我們臺灣是個胡我摸牙 那我們可能願意花個一百年 甚至於說 我們兩百年的一個這樣的時間尺度 來規劃 來看臺灣 其實我那時候本來要在 永信聯盟那個西亞安的營隊裡面 要去談這個概念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在這幾年來 整個西亞安事實上沒有看到一些不錯的發展 包括我那天很巧看著一個報紙說 雲林北桿那個武德宮在幫流浪國 我想說 哇 這個廟那才有追著 還關心到流浪國 哇 其實你知道嗎 那個甘地 印度那個甘地 他說 這個政府好壞喔 看這個政府是不是願意關心流浪國 是不是願意關心窮人 那很可惜我們政府沒有關心流浪國 至少 廟 以你這個武德宮 在關心流浪國 那包括臺灣社大 他們在那個安蘭基有一個大廟修學 因為這個廟呢 開始在參與一些設計大學 甚至辦起設計大學的 那包括 附帶這些 有些朋友在 故語 厚這個 我們曉得各位對這個厚什麼熟悉 所以算是 很厚的一個講 對對對 所以有人用引起建條語 有人說它是厚漾語 那台語有個計畫就 厚厚就夠好咧 你就睡不醒 就是你抓到這個 它是厚漾語 你要抓到抓到你對 你不會抓到單字的 意思是說 你如果看到這個單字 不管它是勾的五 你就是不要抓它 讓它怎樣 再去找它的辦法 所以又用這句厚漾語 也算是恐嚇 可以提醒大家說 你看到單字的這個厚 你就不要抓它 那其實這個厚 它本身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 火的化石 它有將近一億年的歷史 包括岩田也是一樣 那台灣 曾經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製造岩的地方 那從最北 你知道從那個高雄的家庭 最南最南 然後最北 就到 布袋的桌嵐 然後到東石的那個廣告 那個 鳩坦列所在 就整個一個台灣的一個散營 地方 那當然這幾天 台海已經不在散營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 可以再呼籲這個聯盟 那另外 你在往南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東石那個 熬補石地 它目前是全世界那個 那個IPA 認為說 世界等級的一個重要的 女的氣勢 那 你看 我們如果說 我們剛才所提到說 那對江一來說 你看 江一往上去的時候 我們有玉山 那 最自豪的是怎樣 他有玉山女色 我們不只有玉山女色 最自豪就是說 譬如說 玉山也是台灣的最高峰 那 哪一個人 就是說 在台灣人就 覺得說 就像日本人 要去登那個富士山 你知道嗎 你至少一輩子 你在台灣 至少 問他怎樣 又有一次去登那個玉山的 你要看到整個台灣的 那 我農業 我大學的時候就去過了 那 我真的是 我覺得玉山真的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 非常壯觀的山 那你如果說 你從來整個 類似將近三千九百 將近 類似四千公尺 你知道 一直走回去走 走下來的時候 然後透過整個 一邊的北港溪 一邊的富士溪 這整個 這樣的一個 山海城市 我認為說 其實說真的 嘉義 就是最適合的一個城市 而且嘉義的 其實就是 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山海城市 這樣的一個 山脈 這樣的一個海岸 但是我 我看了 也許我還沒有發現 我把偉大的喜事顯示 啪啪啪 什麼什麼 不知道 很多嘉義 人家彈整個嘉義的 這個規劃的時候 我認為說 他們把他們的眼光 就放在他們的腳下 比如說 我們的眼光呢 就放在我們 目前走路的這個 這個木地板上 我們從來沒有 抬頭去看看說 原來我們的天空 多美 原來我們的天空 有多美 然後 我們也從來沒有 去想一想說 我們把鞋子脫掉 然後 我們到 海岸去看看 好 那